我是27歲的時候搬出去 對 我搬出來三年了 三年了對不對 第一次搬出去離開家 大革命其實有點 大革命嗎 有啦 媽媽支持我搬 可是因為媽媽都是在大陸工作 可是爸爸 不同意 所以我就沒有 就我要搬出去 我都找好房子 要搬出去的那一天 就告知她說 爸爸我要搬出去 我怕他氣炸了 然後我就還是搬出去 然後就三年 然後為了這件事 她爸爸到現在 還會再跟我生氣 她不會對他生氣 對我生氣 她說 不會對他生氣 對你生氣 她就會用台灣話講說 妳就最厲害了 妳就最厲害了 對 妳看這種 爸爸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爸爸 妳不敢怪自己女兒 只敢怪媽媽 對 媽媽 通常都是這樣子 可是我就跟她講說 女兒也27歲 也就把她當成是 她已經嫁出去的 她總是有一天要 而且我也沒有嫁出去 我還不疑 可能只是離工作的地方 比較近而已 可是她們就不放 然後爸媽就用很多的方法 覺得要來看看 這個地方好不好 安排安全 然後就會想要有一個鑰匙 她就很想要跟著我到處工作 或是要去我們家看 可是我就覺得 媽媽來我工作已經很累 我就很懶得在打掃 所以我就一直很不想跟她去 她有一天就打電話跟我哭說 反正妳就當我是外人 我又沒有要去偷東西 我又沒有要去撿 我只是想要看妳住的好處好 媽媽想要去幫忙 幫妳打掃 我看妳冰箱有沒有東西 妳就想要幫我當外人 然後就早上妳就跟我大哭一想 然後又打掃給我爸說 現在是怎樣 我說我現在就沒有鑰匙 我說可是我就 你們要來的門 就是我在的時候來 我常常不在 你們拿鑰匙進去 我可能說不定我突然有哪一個 什麼朋友什麼的 我就不知道我女兒住的房間 是有床還是沒有床 是沒有床 所以我就 延了一個禮拜 我就拿一副鑰匙就打給他 那我就很高興 媽媽 我現在一直沒有男朋友 就因為我媽媽每天都在 媽媽 有 給鑰匙自己也要 她控制一下 沒有 我現在已經在控制我少一天了 對 現在盡量在撿了 對 不過媽媽來的時候 妳發現房間乾淨一點對不對 有 很感動 其實冰箱都滿滿的 然後吃東西什麼都很方便 我爸爸就想 你這麼厲害 家裡不管 只管你還家 我跟你講 他如果是要到女兒去那邊幫忙 他就趕快叫我去 早上就一直催了 什麼時候帶你去 什麼時候快點 幾點要出門 我爸非常愛載我們出門 對 他就是會一直盯著 對 女兒是他的心肝寶貝 女兒是心肝寶貝 那哥哥呢 哥哥也是 哥哥好像父母做好 就是 就女幼稚天蠍 他一定很從小被妳欺負吧 我被他 其實好像差不多 我是那種都是 我覺得他爸爸很寶貝妳 他一定很長 我哥後來 越大越常被我們忽略 因為他太愛在房間裡面 然後以至於我們家 每次要出去什麼都以為 其中一個人去跟哥哥講 我記得有一次 好像我們全家一早在那邊搬東西 然後我哥出來看門說 你們要去哪裡 我們說你們要去墾丁玩 他說 我們就說你沒講嗎 然後就你沒講嗎 然後我哥就 我們說等一下不要去 因為我可以以為 如果我現在跟哥哥 我當場那個講 但我覺得我哥應該有 我一下場那個哭 我想說 你們一家又把我當作人嗎 因為他太不合群了 所以我們都一集圍 已經有一個人去問了 所以我們就想要去講他 想要變不戀 還好他是有開門出來 不然我們就走了 我們都可以這樣 沒有這樣子 其實喔 因為玉涵是在家裡很愛 很愛有聲音的對不對 就是他是一個 很喜歡有動作啦 有表情啦 有什麼 那哥哥就是正好是相反對不對 可是他哥哥很依賴他 他哥哥就是要出去買一件 比如說要買一頂帽子 一定要妹妹跟 妹妹沒有去他就沒有辦法買 現在是因為他沒時間 所以他現在直接都是買給他 就不用他跟來 他直接出去看他就買給他 一寒到從拍戲以後就很忙對不對 媽媽對於他去拍戲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放心嗎 對他個人 因為他是滿獨立的 就對他個人的自己還滿放心 可是他對他周遭的環境 就是比較擔心一點 就是怕說 可能傻傻的遇到 遇到不是那麼善良的人 欺負他這樣子 他不欺負別人已經很好 後來這句話是他爸爸講的 妳好聽 他爸爸說他不要欺負別人就好 不過葉涵大了以後 我覺得他爸爸 有一句話講得很有意思 爸爸其實不擔心他交男朋友 男朋友他都會帶回來給你們看 對 妳都會帶回來 到什麼程度的時候帶回來呢 其實我認識第一天我就會帶 就是如果有朋友們要來家 等一下 太快了吧 就不是男朋友 就是我任何的朋友我都會帶回家 因為媽媽她就說妳可以交 因為她就很怕我外面談戀愛 不跟她講 所以我在國中的時候 她就說妳可以交男朋友 妳只要帶回家就好 所以我就不會 怕帶男生回家這件事 所以其實他們都跟我的朋友 都超好的 他甚至於帶了一個男朋友 然後男朋友又帶他朋友來 來我們家 把我們家冰箱的東西都吃光光 對 而且我聽說他的男朋友都會寫 這個母親節都會寫卡片給你 有一個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是不是 國小 國小二年級隔壁班的 就是隔壁班的 國小二年級就男生緣很好 我國小的時候還滿漂亮的 妳幹嘛講國小男生 妳現場也很漂亮 沒有…我大學有一陣子招金 那時候我自己看就 就太叛逆了 就把自己弄得有點奇怪 可是國小 國中都還不錯 現在呢 高中比較叛逆 現在又回復正常了 這個 這是國小 國小 因為國小妳看妳那個一臉 很不好搞的樣子 沒有 我就是在 應該再演一個很委屈的故事吧 我都覺得 她應該在家裡是不是背嗎 她在那 還是跟剛剛跟哥吵架 跟哥要吵架 應該是剛剛跟哥吵架 她小的時候就有演戲的天分 對 這是 這個 這是高中了 這時候就開始叛逆了 有沒有帶角膜變色片什麼的 穿皮褲 那個時候妳怎麼辦 那時候就 打 每天打 回來就打 沒有每天打 就偶爾打一下 沒有每天 沒有每天打 但是會打 會打 打得很兇 我想說常常會打 我媽就會那種隨手可的 就衣架 或者是她以前在坐吹風機 家有電線 那真的超痛 打 當然要打到很痛 如果打不痛 當然要打得讓妳記得囉 而且媽媽說 如果晚上幾點鐘沒有回家 就鎖門不准回家 對不對 我們家門講的是10點 它不是鎖門 它是把妳的東西 妳就等於是妳搬出去了 妳的東西就會在門口 妳既然再也進不去那個家 樓梯 她很欺負 妳很窮窯 她也很窮窯 妳們都包回來 妳們都包回來 全部都在外面 妳們都要拿走 媽媽就說妳回家的時候 就全部都在樓梯口了 妳收房間棉被 什麼各種東西 妳知道為什麼包得很好 媽媽想等它收回來 還是要我收 對不對 就包得很好 放在門口 是一個宣戰對不對 其實我也是嚇嚇她而已 可是她每次都是這樣子 她就真的不敢進門 然後就在門口等她爸爸 我就會打架跟我爸求救 然後我爸就會 我們常常就兩個坐在那邊 說那現在怎麼辦 然後我爸爸就說 那我也不敢進去 爸爸也不敢進去 那我也不敢 我說那也是我們去 然後我們兩個就會坐在那邊 我說那到底怎麼辦 很慌張 有時候只晚一兩分鐘 她動作都超快 所以爸爸也是屬於那種 常常會被趕出去的 爸爸也很常被趕 沒有啦